好了,各位同學,我們就看看這次甲部裏面吸測的題目 記住,甲部第一,做出這些題目一開始不能有等於 那我就把題目寫一次下去 好了,跟著阿Sir的做法,通常會喜歡先把全部拆掉 所以就變成A的2次,B的負5次,跟著A的3次,B的4次 好了,第二步,大減小,2是小,3是大 所以對於A來說,就是3減2 如果你不能大減小的話,這裏4是大5,負5是小 你可以直接減下去,或者你喜歡的話 將它由負次方變成正數次方 OK?這個就萬無一失了 好了,跟著負次方、負數次方動完以後 上面沒有了東西,那就只剩1了 好了,留意,跟著分子是1 3減2就是A B,同邊大家都有個底,B就是4加5 所以最後答案,1除A,B的9次方 3分就很完整地拿完了 好了,看看第二條 第二條,它說1減Q就是P,要P做主項 同樣,我要將題目寫一次 好了,第二步,刷括號 1乘1是1,1乘-Q就是-Q 負P乘1,負P乘1就是-P 最後加PQ就是-P 對不對? 好了,跟著你的做法是怎樣? 將同類項就放在一起 將P搬過來,即是-P OK? 加PQ,減多個P呢? 就等於Q-1了 你說將P動過來這邊,可以嗎? 可以的,OK?兩邊都OK 好了,即是這裡,寫好它 我喜歡正數寫先,就先放PQ 減兩個P就等於Q-1 好了,跟著我抽P出來 就變成Q-2 就等於Q-1 將整個搬過來,所以P就等於Q-1 除Q-2 那麼這裡,這三分也都應該沒有問題的 OK? 好了,再細心看一次了 好,好,很快去到第三條了 將... 將... 將一些的... 呃... 我們叫做數字,四寫五入等等的東西 好了,第三條A洞 記住不要亂色 你需要將第一步寫下去 是不是? 好了,大約四寫五入至近八位 近八位就是這個 記住是多看一個的 所以將這個九就進上去 就大約等於七八 好了,寫回這句 準確至最接近八位 將它寫下來 可以嗎? 然後就是A洞 B洞 一樣 0.69049 大家要留意了 四寫五入跟下寫不同 你看四位小數在哪裏 1 2 3 4位小數在這裏 好了 所以剛才說過 看多一個位已經是九 如果你用四寫五入 就會進上去 正正因為下寫 所以什麼都不要 所以呢 就會大約等於0.6904 記住抄一句說話下去 可以嗎? 好了 去到C part 你留意了 好 0.3.0 0.3.0 69049 上寫字三位有效數字 留意 如果小數點前面那些 第一個數字已經是第一個有效數字了 但是小數點後的 留意 小數點後 這些都未是有效數字 第一個有效數字 就是這個六了 三位有效數字 就是1 2 3 問題就是 現在上寫 所以要看這個四 看這個四 因為有東西 就會進了上去 所以就會大約等於 0.000691 因為上寫 所以什麼都要進 一都要進 好了 去到第四題了 如果你看過阿Sir之前拍的片 兩個平方的雙減 好 來拍 9p平方 25 q平方 這塊東西會登現什麼呢 第一步 將9 9p 就是整個3p平方 減5q 整塊東西的平方 第二步 A平方 -b平方 就變成 A 加 B 乘 A 減 B 那 用力的公式 我寫到 A平方 -b平方 就會永遠都等於 A加 B 乘 A-B OK 好了 A part 做完了 B part 看看怎樣的樣子 B part 9p平方 -25 q平方 -12p -20q 好了 前面第一塊東西 就是上面那個 所以就是3p加5q 乘回3p-5q 後面這塊東西 試試抽個-4出來 看看怎樣 -4 就剩下3p加5q 現在3p加5q一樣 寫到最前 所以第一塊是3p加5q 好了 剩下的就會是3p-5q 再-4 是不是 這個括號就告訴你 抽剩下的東西 如果你想看得清楚一點 我試試用接筆 告訴你怎樣抽出來 這個抽出來 這個 放在前面 剩下的就是這塊東西 和-4 這裏這四條 希望提解都幫到你 OK 加油 下一條再見